OK 那我們回到這個碗來 首先 比如說我在古董店看見這個碗 一看這個碗有老氣 是吧 這個絲彩艷麗會發生動 OK 那我們給老闆拿出來 我們看一下 首先我們斷定這個碗是老的 給老闆拿出來看一下 我們來對它的文式氣形 還有工藝 還有這個年份 進行判斷 然後再判斷它的價值 首先 我們看見一個網 或者一件產品的時候 在確定它是老的時候 那麼我們首先要對它的文式和題材 進行判斷 是吧 因為中國人講畫必有益 那古代人在詞系上繪畫 它都是有寓意的 而且大部分是以吉祥如意祝福等 這種題材為優先的題材 那麼這個題材文是我們昨天講過的 好 那麼我們知道了它是一個五輪圖的網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要對它的品種和工藝 進行判斷 因為這是斷代很重要的基礎 那麼這裡大家看一下我所說瓷器的包漿和寶光 是吧 瓷器上面有一層這樣隱隱 就是閃亮溫潤的光 就像珠寶或者玉器是吧 然後這種開裂的這種髒 所謂的老髒 又老又髒是吧 它是一種瓷器在跟空氣氧化過程中 這種灰塵和氧氣的進去滲透 那麼變成它這種所謂的 這種老的髒的東西是吧 但是啊瓷器有的時候網是老的 它的彩有可能是厚加進去的 因為在民國時期啊 這種樹池就沒有彩層外的貴 那麼那種就叫厚加彩 所以鑑定完這種包漿和皮殼 那麼我們就要對它的彩頭進行鑑定 是吧 第一我們看這個彩很厚實 而且呢它有老舊感是吧 在彩上面放著微微的蛤蜊光 五顏六色好看是吧 跟這種油一樣油細 跟上面塗了一層油一樣是吧 非常的讓人賞心悅目 那麼我們再看看它的紋飾是吧 紋飾畫的非常的生動是吧 看著仙鶴一個在看 誰在看我一個呢 池裡面有小魚我要去吃是吧 然後我們從紋飾跟彩上斷定 這是原來原裝原舊的彩 是吧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要對它的品種工藝製造的流程進行判斷 因為這些綜合判斷可以讓我們對這個網進行斷代 是吧 那麼好 好了 那麼經過我們以上的幾種細緻的判斷 那麼我們可以斷定 這是一個割地五彩帶青花樹葉狂的一個網 是吧 那麼它的製造工藝就比較複雜 首先它要先把這個割地的效果燒出來 那麼它在燒製高溫裡面燒製完成後 它要投入燙水 讓它在這種熱湯熱湯冷縮的情況下 它產生硬粒 使它產生這種大大小小不一的自然的開片 然後呢 它還要重新上釉 重新繪化青花上釉 再置入窯爐中 再達到1300度的溫度上 才能燒這個青花的效果 是吧 還沒有亡 因為它這個五彩呢 不能在和青花同時一起燒 是吧 那五彩呢 彩池只能在800到900度之間去搖燒 所以說它燒完青花拿出來 還要冷次完 第三次在網上面 廢畫五彩的圖案跟題材 是吧 然後在路要經過800到900度的烘燒 那麼最終完成這個網的作品 所以它的工藝很複雜 那麼在現在中也是純飾品比較難得的 那麼最後我們要對它進行年代 以及價值的判斷 是吧 那麼鑑定完它是老的 以及什麼品種 我們要對它的年份 進行判斷 是吧 它是清晚期的 還是清中期的 還是清早期的 因為這種五彩跟文彩提示 我們可以判斷它是清代的 因為從它的圈竹 樹葉框 以及這種 亮青柚的判斷 那麼它是一個清代的 那麼是早期還是晚期的 那麼我們可以經過這個彩來判斷 是吧 那麼這個彩又厚 又隆實 是吧 然後色澤又鮮艷 那麼而且這種 我們最主要判斷 康熙還是晚期的彩 在五彩上面的這個 褶色是一個很好的 評斷 評斷標準 那麼康熙的這種褶色呢 它放五彩 而且很厚實 那麼康熙的繪畫 非常的靈動 是吧 到晚期就沒畫得 這麼細緻 那麼再看 我們再從這個底柚來分辨 那麼它是一個亮青柚 是吧 大家看 它胎跟右結合得非常緊密 是吧 可以從 它右結合處看得出來 那麼第二個 它的右面 還是比較平穩的 只有輕微的波浪紋 是吧 還有它的圈竹呢 直接的是這種直上型的圈竹 微微淚凹 深窪 在瓦 在瓷器中有一種工藝 叫窪間過渡 是防止胎 從 因為它是直接拉胚 所以底下是厚的 上面是薄的 為了防止呢 它這個底下厚的地方 燒不熟燒不透 那怎麼辦 它會把這個 挖竹的地方挖深 讓它跟上面的 下面跟上面的 網的厚度保持一致 是吧 那燒成以後 就不會有陰力 不會有開裂 變形等情況 這也是我們智齒工匠的 這一種智慧 是吧 然後我們再拿看右縮 是吧 我們說 康熙的右縮 它細而直入胎骨 是吧 而且呢 在右縮點 有一個這種 自然氣泡破裂以後的 往回縮 就像火傷口的 這樣一個小針眼 是吧 細而見胎骨 這是康熙時期特徵 好 那麼經過一下 綜合判斷 我們可以斷定 這是一個 康熙時期的 割地五采之口王 是吧 那麼經過這樣實戰經驗 大家應該怎麼去判斷 是吧 這個只是我第一個開始 然後接下來 我會拿食物 是吧 我們的收藏協會呢 有一千多件的 道袋的這種食物 是吧 我會一一拿出來以後 給大家 講解 食物對比 再根據理論以及書籍 我們學會也 也被網上的收藏書籍 供會員們欣賞 還有一千多件的食物 可以讓學員的上手 掌握這種 心腦瓷器對比的技巧 好了 謝謝你們的觀看 還希望你們點贊 關注 常得在這裡 祝大家 幸福 安康 拜拜 下期節目見